他终身未婚 却亲手接生了五万个婴儿 从接生服到科学生产 他打破了中国上千年的生育传统 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 万英之名林巧智 建国初期 彭真任北京市委书记 他广教知识分子朋友 希望听取社会各界 对首都建设的意见 著名的妇产科大夫林巧智 是他特别想结识的一个人 彭真为拜访林巧智 专程到北京协和医院 但没有想到林巧智不见 吃了个门羹以后 那时候我大弟弟已经在协和医院出生了 回到家里头 我母亲大概有点不舒服 后来我母亲就以这个为借口 就把他请到家里来了 我父亲才见到林巧智大夫 然后后来我母亲还开玩笑 说我这个病人比你这个书记有面子 林巧智不见 彭真是因为他正在为病人忙碌着 在他的心中 病人永远最重要 在林巧智八十多年的人生中 这一点从未变过 开过大典时 林巧智被邀请到天安门关里 但他没有去 协和医院离天安门广场不远 听着排山倒海的欢呼声 林巧智在产房静静工作了一天 中国复联准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筹委会给林巧智送来代表证 他同样以病人多为友推辞了 林巧智出生于厦门古浪语的一个基督教家庭 1921年 林巧智二十岁 夏天 他离开了家乡 乘船去上海报考 有教会背景的北京协和医学院 他父亲受西方的影响 他很开明 那对女儿就没有像我们闽南人重男轻女 所以他就把教育啊等等 都灌输给他 那他做一个自强自力的人 在父亲的支持下 林巧智没有像姐姐那样裹小脚 十二岁那年 大脚的林巧智进了古浪语上的新式学堂 厦门女子师范学校 下门女子师范学校 毕业后 林巧智不愿像同龄的女孩那样早早的嫁人 他要和男人一样去做事 于是 他决定报考协和医学院 七月的上海 苦惹难耐 考场上 林巧智奋笔疾疏 忽然 有人用声音的中国话喊 林巧智小姐 林巧智顺口冒出一句英语 我还没答完 那美国老师也敢用英语说 Mis Lin请出来一下 原来 一位女学生突然中暑被抬出了考场 因为是女生 兼考的男老师不方便施救 林巧智二话没说 立即把中熟的考生安置到阴凉处 仅用十来分钟就迅速处理好了这起突发事件 但当他回到考场 考试却结束了 林巧智最有把握的英语没有做完试题 因为他的爱 他第一想要救他 第二他不计较个人的事 他没考虑说 我要救他 我影响我考试怎么办 这次考试 只招收25名学生 录取率很低 女生要被录取就更难 没有答问题的林巧智 认为自己一定落榜了 回到古朗语 他闷闷不乐 可是一个月后 却意外地收到了协和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据说 监考老师专门为林巧智给协和医学院写了一份报告 称赞他的品行和英语对话的流利 这份报告对于校方录取林巧智是否有作用 已无从考证了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林巧智虽然还不是个医生 但已具备了一个医生的基本素养 爱病人 胜过爱自己 为了培养最好的学生 协和的制度苛刻 75分才算及格 一门主课不及格留级 两门不及格除名 没有补考和商量的余地 学科的学生上完课以后 他不是在医院走的是医院跑的 因为上完课他马上到徒书去抢资料去 他抢了资料回来要去看 协和规定 晚上十点学生宿舍全部熄灯 但一过十二点 总电闸又合上了 林巧智就常常钻这个空子 把电灯照上纸 悄悄地继续看书 八年的苦读 林巧智一路领先 到一九二九年毕业 入学时的二十五人 只剩下十六个了 林巧智高居榜首 获得了协和的最高荣誉奖 文海奖学金 她是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女生 在传统的专制社会 女性被看作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的工具 就中国女人生产 多时把接生婆请到家里接生 接生婆没有受过专业培训 婴儿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十六 产妇死亡率也有百分之一点五 毕业时 林巧智选择了妇产科 不少老师和同学替她惋惜 认为干内科外科更有前途 她说 妇产科需要我 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这天 林巧智成为协和医院妇产科住院医生 从此 这里多了一个说话做事直接了当 有着男人一样思路的女大夫 而且这个女大夫成了协和医院最忙碌的人 特别爱穿旗袍 然后走路飞快的这么个老 瘦瘦小小的老太太 永远是急急忙忙的 走路有时候我都跟不上她 你别看她 相貌不是美人那样 但是她的风度很高 她有她的那个 那个不是一般人的那样 把头发都撩得上去 挺精神的 身内特美 林巧智的桌案上老是堆着一大落病例 当年院内的外国大夫望着排长队的病人 常常以时间差不多了为借口溜掉 但林巧智一定要把所有的病人都看完 这样就常常耽误了吃饭 有时她干脆让护士带一块烤牌鼠对付一下 她这样对自己说 她把病人看到她都是自己的亲人 不管那位病人有钱是没钱 反正你是我的病人 我就是为你服务的 94岁的周华康 当过协和医院的儿科主任 也是林巧智的侄女婿 林巧智和周华康一家 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 这座协和医院的宿舍是林巧智解放后的住处 她住了三十多年 屋里的老式电话机 她也用了三十多年 只要科里的医生打电话来 林巧智总是仔细询问 给予具体指导 从没有厌烦和敷衍 她总是让值班医生 把处理的结果马上告诉她 否则她会一夜睡不好 每天上班 林巧智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查病房 每天的查房再普通不过了 但在半个世纪的岁月里 查房本身已成为生动的临床教学示范 跟随她查房的大夫 实习生常常把病房都挤满了 其他医院的大夫也都来参观 结合实际 不是做学术报告的 高堂科论的 你配说这个人 肌疗什么病啊 那个负责大夫就报个病例了 多大岁数了 为什么来的 来的检查发现只够肌疗 准备做手术 她就问她 一问题问的方式 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该做手术 是不是可以不做手术啊 那时协和医院的聘约上有一条规定 住院医生 尤其是女性 在聘期间不能结婚生孩子 这样的规定 或许是为了培养出高水平的医生 给病人提供全身心的服务 而对协和的女医生来说 这样的规定似乎苛刻而不尽情理 过去国内的医院都是八小时工作证嘛 哪要二十四小时呢 那么协和这是第一个 那么我们也习惯了 因此也就出来了 说女大夫 毕业了 结婚了 生孩子了 那她二十四小时 负责这不行了 所以就说出来 说学和女大夫不许结婚 就是从这儿来的 女的一结婚就没前途了 女的一结了婚了 就上门诊去看门诊去了 连病房都不给管了 林巧智是更为智瑞 她把视野看得比她的生命更重 所以她宁愿放弃所有的一切 林巧智说 健康应从婴儿抓起 我一辈子没有结婚 为什么呢 因为结婚就要准备做母亲 就要拿出时间照顾好孩子 为了事业 我决定不结婚 抗战爆发后 北平沦陷 协和医院因为是美国人办的 得以幸存 1939年 林巧智受协和派遣到美国进修 一年后 她谢绝了芝加哥大学妇产科的挽留 仍然回到灾难中的祖国 1941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 协和医院也被迫关闭 但林巧智仍然没有离开沦陷的 北平 她在这个胡同里 办起了私人诊所 为苦难中的同胞服务 来这里就诊的大多是过去进不了协和医院的穷苦人 但林巧智依然保持着一个医生的基本素养 因为她仍然爱病人 她有一个特殊的出诊包 里面总备着献钱 对贫病交困的人家 她不收分文药费 还予以资助 为了把门诊的挂号费从五角降到三角 林巧智还遭受到同行的非议 北京的这座四合院 就是六十年前的那家有名的林巧智医师妇产科 她在日寇的铁蹄下坚持了六年 留下了八千八百八十七份病例档案 也就是说 林巧智服务了八千八百八十七位女性 新中国 医院不再指向有钱人开放 越来越多的平民女性走进医院 各医院的妇产科都人满为患 于是 林巧智向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提议 建一所大型妇产医院 彭真不仅接受了她的建议 而且请她来选职和设计布局 1959年 北京妇产医院落城 她是个非常直硕 非常严谨 非常认真的个老太太 而且她那个爱心真是 对这些 这些 女人 女人吧 那真是倾心倾力 为了这些妇女 为了孩子 曾经听邓大姐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 说林大夫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林大夫看病人可跟任何人都不太一样 她一走到病人旁边去 她像对待自己的姐妹 同胞 孩子一样的关系 厂科要听胎心 胎心有胎心听诊器了 现在有道普了 超声了 但林大夫很怪 林大夫首先落出肚子以后 趴在病人的肚子上 耳朵贴在 听一听 当然也听得见 但我认为更重要的就是 她完全把一个医生跟病人就没有距离 那样来看 你想 如果你有这样的大夫在你面前 你会非常亲切 你会非常安全 你会非常有依靠 这就是大夫给病人的 这就是一个特别的吸引力 一次 医学院的学生到妇产科见习 在学生观察 产妇分娩过程的报告中 林巧智只批了一个好 那位同学的报告上 只比他人多了一句话 产妇的额头上冒出了豆里大汗珠 你们不要以为这句话无关紧要 林巧智教导学生 你只有注意到了这些细节 才会懂得怎样去观察产妇 才会懂得守护生命 敬畏生命 林巧智不允许科里任何人用语言刺激产妇 他对一个呵斥产妇 不要叫喊的年轻医生说 英语中 助产是一词是只 站得很近的妇女 产妇把自己和孩子两条性命都交给了你 你是唯一能帮助他的人 你甚至没有权利说你饿 你累 你困 有的时候产妇 然后他叫出冷汗 当时一看见年导不来 年导就在他头上摸一摸 给他杀出汗 并就安静了 他能够让那产妇都不叫了 我不明白 我就仔细观察他 他就是慢慢地坐到产妇旁边 摸着他的肚子 告诉他你现在又一阵疼了 疼的是 意义是什么 是给那小孩疼出道来 让他可以快快地生出来 这个产妇就不哼哼了 就听他的话 就慢慢地跟他说着话 就很快就过去了 这个产妇的这个准备阶段 就都过来了 小孩也很快就生了 所以我觉得他挺神的 女性的分娩总是痛苦的 只要是林乔治当班 总是在产妇阵痛乱抓时 伸出自己温暖的手 他说 我不能让产妇在这时去抓床头的铁栏杆 那样 手关节要受凉 落下病的 林乔治给蔡畅 邓领超看过病 给冰心接过生 但他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姐妹 那些普通的女工 农妇解除病痛 这是一份六十年前的病例 上面清楚地写着 董立三十岁 怀孕三个月 阴道忽然出血 诊断为宫颈癌 建议治疗方案 切除子宫 这是董立结婚六年第一次怀孕 但却面临着孩子不保 子宫切除 将永远失去做母亲的可能 回家我就哭 后来家里就托人 就打听哪个医院好 哪个大夫好 他们就提出了 协和医院的那个林大夫 比较有名 尤其对妇产科特别有名 那我就上那 就挂他的号 那还那时候就选择 就指定 非得叫林大夫 治不可 林乔治发现 董立身上的肿物 和一般的恶性病便不一样 倒像是怀孕中 良性肿瘤的一种特殊变化 这意外的发现 让林乔治更加谨慎起来 他请来其他科室的专家会诊 在他的坚持下 做出了暂不做子宫切除 继续观察的决定 晚上11点钟的时候 林大夫上我病房去了 他说 哎呀 为你的病 我头发都抽白了 现在我知道 你家里人口很少 你丈夫还是一个毒苗 我有我想法啊 我想要给你保住一个孩子 但是我责任太大了 万一要除了差错 是我的责任 我不应该给你保孩子 按照病理 按照情况 应该把子 那个牛子子宫都取出去 孩子都取出去 保大人 不动手术了 但是你要听我的 每礼拜我要来会诊 来一次会诊 看你那牛子发展怎么样 是慢啊 是快 如果你在家里 突然要是有血了 那牛子要流血了 哪管是夜里 你也要坐汽车来 赶紧来 就这样 一晃六个月过去了 董立的产期渐渐临近 除了腹中的胎儿 一天天长大 一切病变都没有发生 为了避免意外 林乔治果断决定 停止观察 立即做抛肤产手术 董立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 不是林乔治 没有我今天 我没和他 把我家庭的情况给他见 我是一个病人 患者 我把我家庭说什么 他怎么知道我家里这么少 很需要能有一个 有一个小孩呢 为了纪念林乔治 董立夫妇俩为女儿取名 念林 做一个大夫的不管是治你病啊 他对你的终身什么都为你都着想了 这样德高望重的大夫上哪找去 后来 董立子宫颈处的肿块 竟自然而然消失了 林乔治确认 董立所患的宫颈肿块 是一种特殊的妊娠反应 而不是恶性肿瘤 数年之后 这个罕见的病例 被国际医学界确认为 可随着孕妇妊娠过程 而自动消失的退膜瘤 林乔治说 要时刻想着病人 医生要为病人的幸福着想 这是我们做医生 应当尽到的天职 这个桌子是林大夫 这个是林大夫 完全是林大夫 这个年龄差不多跟我 哦 是吗 你想 见得没有了 这是林大夫的 这是林大夫的 原来这个椅子也是林大夫的 这个不是木头 我再做给做坏了 我得保护 那林大夫因为身体比较轻盈 他这么一转 他往后仰 那个木头椅子也很好的 这一向是林大夫的 后来我放一些东西了 这上面是我打的 这都是林大夫 这做得很好 这做得很好 这都是林大夫 1964年 刚刚大学毕业的郎景和 被林乔治选中 他成为协和妇产科的一名男大夫 从一以来 郎景和一直记得林乔治的教会 医生只要走到窗边去 才能恢复 才能找到尊严 这个尊严是谁的尊严呢 是病人的尊严 也是医生的尊严 什么叫病人尊严 大夫来看我了 我们能说话 我能把我的愿望 我的想法告诉他 这你是病人 你是尊严 你不是个机器 同样的 我一个医生在窗边去 我给你病人电话 我是你的大夫 你是我的病人 我们俩算是平等的 我现在要为你服务 这就是尊严 你的尊严 我的尊严 希望我们年轻的大夫 不要忘了这个尊严 1978年 林乔治疑病不起 这位为保障妇女儿童的健康 提高生产和生命的质量 而奋斗的科学家 这时 却开始了一部大书的写作 妇科肿瘤 他在轮椅上 病床上 用四年完成了这部五十万字的专注 这是他一生奋斗的最后努力 书完成了 林乔治却走了 1983年4月22日清晨 林乔治在昏水中发出抑郁 急促地叫喊 产钱 产钱 快拿产钱来 他慢慢地平息下来 过了一会儿 他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又是一个胖娃娃 一晚上接生了三个 真好 这是林乔治留下的最后的话 从哈佛大学的辍学生到身价百亿的世界首富 他缔造了微软帝国崛起的神话 如今他捐出全部家产 在慈善领域震惊了全世界 改变世界的电脑狂人 比尔盖茨 下周一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人物栏目 请继续收看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